年底雨季 东海岸有多个地区又在暴雨重灾 吉兰丹的灾情不见好转 住家不幸泡水的灾民 陆续搬到临时疏散中心 但是媒体近来爆料 有人为了骗取水灾援助金 居然冒充灾民 搬进了临时疏散中心 争夺救灾资源 吉兰丹天灾行动控制中心承诺 一定会彻查有关指控 吉兰丹发展局总监贾斯理之初 当局会更加谨慎的审查灾民的情况 再发放震灾物资以及水灾援助金 事实上吉兰丹巴西马的灾情不见好转 不少灾民的住家内部水淹超过50厘米 都无法入住临时疏散中心 因为中心早已经爆满 没有空间收容更多的灾民 截至今天下午 巴西马共有将近800名的灾离 安置在4个临时疏散中心 高临时签字 接着 顶 在4个临时签字 不常 讨厌 蛋